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那么如今他们又有怎样的境遇呢 一苗乔伟 苗乔伟之前还有新剧《飞虎》上线 随后他就宣布前往加拿大 与女儿一起生活 今年女儿苗童生日时 还晒出了父女俩一起在湖中划船的照片 苗童放弃进入TVB 选择去好莱坞闯荡 就是不想跟父亲的名字放在一起 二 许少雄 许少雄仍在TVB拍戏 但目前他已经举家搬到新加坡 并成为新加坡永久居民 他的妻子本身就是新加坡人 为了支持女儿的事业 许少雄更斥巨资 赞助女儿开了三家蛋糕店 目前已经拥有三家连锁 而许少雄在新加坡也坐拥豪宅 豪车 晚年生活很是富足 三 郑一剑 郑一剑和蒙家慧已经宣布正式移居日本 并且还在日本进行了房产投资 据悉 蒙家慧一直以来就很喜欢日本文化 搬到日本之后 他会分享日常 看起来很开心 2013年夫妻俩登记结婚时 也是在日本东京进行的 四 李启红 被誉为最美郭乡的李启红 因抑郁证淡出娱乐圈 之后嫁给了加拿大老公 并且定居国外 2008年 李启红尝试复出 但没什么水花 近期 李启红发布动态 称自己也很想复出 但没有节目邀请 因为经济不景气 她与丈夫的生活也并不好过 所以也想付出多赚点钱 吴尊龙 尊龙已经退出娱乐圈15年了 没有结婚 没有孩子 一个人在加拿大与爱犬为伴 据悉 从小被亲生父母抛弃的尊龙 还在加拿大的森林里 任养了两棵古树 作为祖父祖母 之前 尊龙罕见回到香港 参加好友的生日会 人到老年 发福也不少 但眉眼间仍可见年轻时的英俊风采 六 郑佩佩拍完电影《花木兰》后 郑佩佩就没有再接过新戏了 目前 郑佩佩已经搬到美国 与女儿一起生活 女儿原子岁说 妈妈年纪大了 身体不好 跟儿女待在一起 方便照顾 作为女打星 郑佩佩的成就是赤手空拳拼出来的 很不容易 如今 郑佩佩已经76岁了 能在孩子身边 安享天伦之乐 就是最好的安慰 七 黄夏慧 今年88岁的黄夏慧 在不久前宣布和富豪老公定居美国 离开前她就一直在办派对预热 还说自己很舍不得 黄夏慧一共有六个孩子 小女儿已经定居美国 此番移民也是为了子孙绕西 享天伦之乐 八 夏宇 TVB市地夏宇目前也定居在加拿大 偶尔她还会和苗乔伟约着聚餐 夏宇上世纪90年代就定居加拿大了 后来是她往返两国之间继续事业 现在 夏宇偶尔还会去墨西哥串门 为粉丝介绍当地文化和美食 俨然成了旅游博主 九林佳华曾在《射雕英雄传》中 饰演郭靖父亲的林佳华 目前已经带着妻儿移民加拿大 据悉她在当地找到了一份电台主持人的工作 另外林佳华已经升级当爷爷 三代同堂生活美满 石林克林 林克林是香港的初代网红 曾被赞长相神寺谢霆锋 目前她已经移居英国 但是她在英国找不到好工作 只能从事一些餐厅服务员 外卖员的工作 十一杨婉怡 港姐冠军杨婉怡 曾在多部TVB剧集中担任配角 2011年投身教育事业 2013年开办幼儿园 但是在2018年杨婉怡被指控犯诈骗罪 后来杨婉怡赔偿了所有欠款 带着孩子移居美国 从事英文教学方面的工作 生活虽不富裕 但也足够供养两个孩子了 十二陈国邦 陈国邦也是TVB里的经典配角 目前她的妻女已经移居泰国 早在2016年 陈国邦就在曼谷置办了房产 现在妻子先带着女儿过去上学 陈国邦依旧在香港拍戏 毕竟她需要赚钱养活佳人 但是在泰国就不一定能找到心意的工作了 十三林自博 港星林自博的妻子患上罕见癌症 当时圈内人纷纷捐款伸出援手 遗憾的是依旧没能救回林自博妻子 爱妻离世后 林自博为了给儿女换一个环境 便决定移民英国 可是移民之后的生活并不好过 林自博找不到合适的工作 房子也迟迟租不到合适的 因为学费昂贵 儿女的入学也成了问题 到了英国后 林自博很后悔 还表示自己是个反面教材 希望大家不要轻易移民 十四黄一山 黄一山二十年前就带着家人定居在广州 并且在广州郊区买了一套房子 平时就靠商演 拍网络大电影赚钱 十五吴启华 吴启华先前决定定居中山 并且购置了一套颇为豪气的大平层 吴启华和前妻离婚后 每月需要给二十六万元的抚养费 而他主要的收入来源就是商业 由于在内地有较高的国民度 且吴启华状态保持得不错 愿意邀请吴启华站台的商家很多 他现在的生活过得很是滋润 十六梁小龙 火云邪神梁小龙也定居内地 他之前在内蒙古开设武馆 并且亲自授课 目前他又转到了成都 并说自己是新成都人 十七万子梁 万子梁很早就定居湖南长沙了 并且在郊区买了房 平时万子梁也会分享自己的生活日常 不少人觉得万子梁晚年过得很落魄 其实他近些年一直在跑商演 非常赚钱 十八罗家梁 2009年 罗家梁二婚娶了内地女演员苏妍 一家人定居北京 女儿今年九岁了 作为三料市地的罗家梁仍在拍戏 但并不在意是不是主演 基本上他每年都会有作品问世 另外他也会直播赚钱 多方面抓收入 闲暇时 罗家梁也会带着家人 全国各地旅游 日子过得好不惬意 十九何家进 展昭何家进早就和有人 在惠州开设工厂 公司所在地 进家庄更是成为了三级旅游景区 何家进一直在踏踏实实办实业 据悉他目前身家已经过亿 62岁的他身材也保持得非常不错 二十中振涛 1996年 中振涛认识了女富豪范江 2014年两人结婚 两人目前养育着四个孩子 范江成立的服装品牌 目前规模已成连锁 在北京 上海等地都有店 一家人也在上海购置了豪宅 21张卫健 张卫健和内地女演员张倩结婚多年 两人一直没生孩子 作为爱妻典范 张卫健在北京为张倩购置了豪宅 22周海妹 周海妹也是最早一批 来到内地定居的港星 作为满族人 她选择将房子买在北京 目前周海妹在北京拥有一座超大 超豪华的别墅 还自带超大花园 她偶尔会在社交平台晒自己的家 23郭绍云 TVB女星郭绍云此前宣布定居杭州 她在网络上很活跃 因此不少观众也能在路上认出她来 现在 郭绍云说自己也算小半个杭州人了 并感叹内地生活便利 很多事情都可以通过手机完成 24刘嘉玲 作为富婆的刘嘉玲 在全国各地都有房产 她和梁朝伟就算完全不工作 也不愁晚年生活 刘嘉玲默默默定居上海 而她购置的豪宅更是可以直接看到东方明珠 喜欢运动的刘嘉玲也会经常去黄浦江边跑步 而梁朝伟上半年则一直旅居日本 和日本好友聚餐游玩 25陈浩民 陈浩民娶了长沙妻子蒋丽莎 一开始夫妻俩生活在香港 目前已经定居在长沙 本来陈浩民一家在长沙是租房住 但现在有中介爆料 陈浩民一家已经去看房了 房屋价值高达800万 26洛达华 洛达华大概于2000年之后就定居上海 一直很低调的生活 在内地洛达华不仅有戏拍 他还可以通过商演赚钱 洛达华曾说 自己赚的钱都会交给老婆 让老婆买珠宝 目前洛达华在上海也有自己的别墅 女儿也已经前往英国伦敦大学就读 洛达华也属于闷声发大财的港星了 27张百芝 不久前张百芝带着孩子定居上海 为了解决孩子的读书问题 他直接在上海购置了千万级豪宅 定居内地后 张百芝不仅能够与孩子们更好的生活在一起 更有利于自己事业的发展 28陈小春 陈小春和英彩儿带着父母和孩子定居在上海 夫妻俩更是频繁上综艺捞金 赚得盆满钵满 为了让孩子更好的适应 英彩儿要求儿子Jasper必须学习中文 现在Jasper不仅普通话标准 就连上海话和东北话也会说了 29楼南光 港星楼南光六月份领取了自己在内地的身份证 当时他还特意拍视频记录 拿到身份证的那一刻 他激动的落泪了 楼南光曾出演《僵尸先生》 目前也在内地街拍网大 能获得不错的收入 三十李力池 周星驰御用导演李力池 目前定居在广东中山 还在郊区购置了别墅 李力池也领到了身份证 他感叹内地物价低 去菜市场买来买去都买不到一百块 生活也很便利 他买了新能源小汽车 洗车 停车都很便宜 他更呼吁香港的朋友都来内地看看 好了 今天的分享就到这里 欢迎大家点赞 订阅 在评论区告诉我你还想知道的明星 我们下期再会